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拆地板换新门 维修工员各司其职 在国家音乐厅内悄悄打打 修缮对象还包括2460张观众席座椅 和4172根琴管组成台湾最大的机械式冠风琴 我们这一次的工程就在清洁 清洁飞尘的话因为我们是站立者 所以飞尘漏尘的话是由上而下 会卡在这个吹嘴的地方 在这个吹口的时候会受到飞尘的影响 会产生声音的变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飞尘清干净 第二个因为金属管本身是软管 这是锡跟铅 站久了会产生温度的变化 它声音就会有点不大一样 这是我们这次要竹跟竹跟检查的原因 它有两公斤会在这里久了会变形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来做整形 为了这座造价台币四千万 造型仿巴洛克时期的管风琴 荷兰原厂师傅特地来台替它为整形 音乐厅启用28年以来 共有两万八千场演出 密集的使用让平时无法大规模整修 闭馆四个月内 总共进行了14项工程 每一项都是挑战 工作可以很难 但如果您在正式设计 它可以很简单 每个工程都会有点麻烦 当年就是由德国师傅负责的观众席座椅 保留下少见的拾木椅背 帮他修补好刮痕 换上新衣 老东西更耐用 这可能是最挑战的部分 拆装座椅必须一鼓作气 角度高度都要对整 再用卡榫的方式安装泡棉椅背 一次要动用三组人同时进行 组装的方式也是同样的用人力的方式 把金属椅角搬到这个椅角套底的部分 然后用人力敲打的方式 把它往下敲到定位 然后确定高度 然后再跟会左右两边的椅角 做一个定位确定 还有表演者密切接触的舞台地板 一分一毫都不能有缺失 现在这个材料就比较厚 以后你能够打磨 打磨的次数也很多 在工厂它就是两个揪尾尘 给你结合起来 这边做凸槽 这边做凹槽 再有气口凹凸槽 工程前后 新旧对照 完成修缮的音乐厅 要陪爱悦人迈向下个世代 在这边做凹槽的音乐厅 在这边做凹槽的音乐厅